哇 超猛的 哇 你看它的頭裡面也是一堆肉耶 每個人加100塊就能有野生龍蝦可以吃 超大樂野牛排 隨便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各種的這種冷藏牛啊 還有各類的海鮮 全部都無限量吃到飽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吃燒肉粽 我以前沒有來吃過燒肉粽 我知道它是吃到飽 但是我知道它開很久 應該算是燒肉界的長青素 但是一直沒來吃過 它評價很高耶 它是4.5顆星 然後還有2572則評論 我評論超高 然後這間蠻大間的 它是兩個店面打通 蠻棒的 來吃吃看 今天這一次還是來吃吃到飽主題 那我們剛才進來看它的菜單 現在有599 799 跟999 然後我們的頻道又是什麼 最貴的不吃 99的話我剛才問 它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加100升級 然後它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999 就是你一個人加100塊 你就可以選擇 三倍吃到飽 沙朗牛排吃到飽 手背蝦 然後野生的龍蝦 波士頓龍蝦 這三種蝦是只能一個 因為我這個吃到飽 它應該會虧 它應該會虧死 但是我覺得 我就會選牛排吃到飽 然後你應該是選龍蝦 其實還好 我五個人就每個都選一個 對 好 等一下來吃 介紹一下 哇 這是酒控嫩鮑魚 然後燙烤先好 那中間的龍蝦的話 這是波士頓龍蝦 跟野生龍蝦 跟手臂蝦 OK 但我們至少乾貝 天使龍蝦跟烤雀貝 沒有藍鑽蝦 OK好 謝謝 哇 超猛的 來 這個就是你加一百塊 就有一隻 各種 各選一個 手臂蝦 然後波士頓龍蝦 跟野生蝦 然後還有鮑魚 然後我底下這個牛排 也是加一百塊 它是吃到飽 牛排跟這個扇貝都是吃到飽 然後 超划算的 真的超划算的 我覺得 算了啦 我們頻道每次都是 哪一次不是吃最狂的 這很重 這真的超重 一蝦兩吃 一蝦兩吃是哪兩吃 頭的話我會煮味噌它 所以你要不要會切下來就知道 這是我們的燒烤牛小排 好 那因為它本身有 泡我們特殊的醬汁 哦 我會先將骨頭去丟 然後單獨烤 這個是基本上每一桌 如果是有特殊的肉 你們都會建議說 我先幫你 這是什麼 給我示範一次這樣 不是因為我們拿相機 所以才幫我們用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這感覺就應該蠻嫩的 很期待的 很期待的 不用沾醬 它本身那個醬就已經滲入到裡面 因為它第一次已經烤過 所以它已經有點那個 那個 醬汁加上那個木炭的那個 燒焦的香味有在裡面 都很好吃耶 而且 它剛才很貼心耶 它骨頭旁邊的還故意幫你烤一點 有一點有一點那個什麼 燒焦拍得到嗎 焦焦的 哇這個也是吃到飽 金牌雙 而且這個肉看起來就不是普通的肉喔 這感覺是那種冷藏的很漂亮的肉耶 哇 SAY 但是它是我們的樂眼護衛 所以它油脂分部比較均勻 哇我的牛排它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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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 你有看到那個肉嗎 哇 然後它說那個撒鹽撒鹽 玫瑰鹽 不要玩了不要玩了不要玩 油亮油亮的這樣拍得到嗎 可以 油亮油亮 這是一個來自金莊的烤牛排 來 而且它現在旁邊那個油脂馬上爆出出來 而且我本來以為 因為我之前在新竹有吃過吃到飽的牛排 它的肉是 乾硬 它是嫩的 嗯 幹嘛 我還在介紹這個 很少現在有看到這種看 很多人都是弄那種 瓦斯爐的 它有多那個炭香料差很多 然後你的手臂蝦來了 來了我們特別情商店員幫你烤 這是專屬的手臂蝦 我們現在只有一隻 所以我們要保 我們要珍貴你知道 哇 變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換燙 哇 它中間還有膏啊 我剛才看到它翻來翻去 我一直想到就是巴黎鐵島 翻過來就跑過去 哇你的 毒臂蝦來了 來來你吃你吃 我覺得我一口吃 應該會燙傷 我覺得會燙傷喔 你吹一下你吹一下 你咬了以後感覺好像也沒咬啊 它還是那麼大隻 野生龍蝦湯 煮味著 哇 讚耶 OK 哇你看它幫我們都先 頭煮湯然後 身體會幫你切好過來 等一下烤 你把那個身體放中間 哇你看它的 口裡面也是一堆肉耶 真的 滿的 哎呀 滿滿的都是肉啊 龍蝦 麻煩了 看起來超讚的 有看到冒煙嗎 好讚啊 龍蝦 我要吃你 你看看 怎麼樣怎麼樣 等一下我先咬一下 嗯 超慘的 等一下我不要幫你拍 我也要吃啊 等一下 我真的好好吃喔 非常的紮實 不輸乾的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手臂蝦 而且加一點鹽就超好吃的 而且你咬下去它都還會噴汁 它不是烤得乾乾的 如果我覺得是應該靠它烤 如果我們自己烤的話 應該變成那個叫蝦乾 煙燻豬培根 配的是這個 好特別喔 墨西哥捲餅加起司 你有看到那種 很少有吃到 東西每一個都這麼費工的 有物體是輕感濕的 所以是這個是 菲力牛排 對 菲力牛排 菲力牛 比較瘦肉的部位 但是肉質最嫩 對 沾奶油 就是一個來一句 又來玩 完全不一樣 一口下去 第一口下去是全部都是奶油香 然後後面就是菲力本身的肉質就是瘦肉多 油脂很少 但是它是很軟的 菲力的牛肉味非常重 如果真的全部吃起來 我覺得菲力是可以吃最多的 因為最不膩 對 我覺得預算夠真的是 999那種加100的真的超划算 那個龍蝦跟牛排吃到飽很讚 那如果你本身對龍蝦還好的 我會推薦你599就超讚的 如果想要吃海鮮才799 先生你一直往水 哇 你今晚無處發洩 哇 好大顆喔 超肥的耶 哇 你剛剛好上面一顆下面那個煮湯汁 你看這個湯 哇咻 哇 它每個扇貝都超大的耶 而且裡面的汁都好多 哇 我的媽呀 對啊 好 哇 它的生蠔也是很肥耶 水水湯 哇 這個肥腸啊 剛才發現它有一個地方超貼心 它不只那個桌邊會幫你補完 像烤這個這個什麼 牡蠣啊 因為它那個牡蠣那個殼如果太熱它會爆開 然後它都會貼心去提醒客人說 如果你烤那個牡蠣5分鐘之內沒有打開的話 趕快跟他們講他們會本身幫我們再換新的牡蠣來 防止它爆開的時候會上到 哇 超貼心的 好啦 今天我先給大家來看一下帳單 那如果我們的話總共是五個人有一個人沒有入鏡齁 五個人的話 一個人是999加100 然後我看一下它有加一層服務費 所以總共是6045 所以等於說一個人差不多 110 120左右 欸 1200 1200左右 我覺得算OK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要吃那麼多那種龍蝦這種高檔的壞鮮的話 它普通的599就很讚 這間推薦給大家 雖然我是第一次來吃我對它的印象還蠻好的 真的還不錯 好 今天我來給一個總結 我第一次來吃超多重 我對它印象非常好 第一個就是它的牛肉類跟豬肉類都非常好吃 像剛才我吃的松阪豬很厚很好吃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金牌的安格斯牛也非常不錯 然後如果是你點999這個加100塊 就有超大的那個牛排吃到飽 那個牛排的肉是嫩的 它不會是因為是吃到飽 它就給你是那種吃起來很乾的 它是嫩的很好吃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是它的干貝跟它的鮑魚 很Q啊超Q的 那龍蝦就不用講 龍蝦它很費工喔 它幫你頭是拿去煮湯 然後那個味噌湯超級甜 然後身體的部分就是讓你直接自己去烤 那剛剛它吃的那個叫什麼 你看每次都忘記 啊手臂蝦 手臂蝦非常的讚 那龍蝦本身的肉質 好就已經沒話說了 可是龍蝦的部分 它是加100塊只有一隻 它不是龍蝦吃到飽 但是牛排那個才是吃到飽 那我覺得很適合的是 我看很多家庭客 然後很多小孩子都有來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599 799是最受歡迎的 但是如果是你像我們這種喜歡不貴的 最貴的不吃 就吃9999 最高的是這隻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評級至少有4.5克起 讚 我剛才看到它旁邊還有這個耶 那個叫什麼 啊對我們現在是12 欸現在11 12月 那個春節尾牙季它也有耶 而且它是12個人就一個人免費 那人很多的時候很容易啊 12個人24個人就兩個人免費這樣依序下去 蠻適合 欸真的蠻適合 因為你公司隨便來都是十幾二十的 那等一下還有一個甜點 它甜點很特別是 那叫什麼 布朗尼跟那個年糕 等一下來叫它弄給我們看看 哇喔 甜點 很少看到還有布朗尼背那個叫什麼 年糕的 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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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e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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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